四威夷的行止进退 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 无论哪一个人都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 做好各种的礼仪 所以培养四威夷 巨竹四威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那么要坐下来的时候 必须两手把海青稍微往上勾 在两个腋下 把它勾一点点起来 然后坐下来 海青是坐在椅子里面 如果你要搭衣 不管是慢衣也好 出家众的三衣也好 衣呢我们在北传的方式呢 衣是不坐在椅子上 就必须要聊衣 然后把海青坐在椅子上 聊衣轻轻地坐下来 稍微提高一点为什么 因为这样人才不会往后扬 这样坐起来就很规矩 然后坐下来呢 就脚也要前八后二 不能翘二郎腿 必须坐好 然后有两个姿势 手有两个姿势 一个就是放长的姿势 另外呢 如果前面没有桌子挡着 甚至可以坐两个手放在大腿上面 这样坐起来就很端正 佛门非常注重视威仪 可以得体自然 而且对身心的健康也很有帮助 日常起居动作 以此作为原则来行止进退 所谓欲法相于性相之中 尽妙礼于俗礼之外 十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按照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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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